上个60岁要坚持5个好习惯帮助你远离中风 那么赶紧双击屏幕点个小红星 然后替家人收藏起来 那首先第一个好习惯就是要定期的监测血压 有研究发现血压控制在正常水平 是可以降低缓中风的风险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合理的饮食 饮食清淡的话 少油少盐是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的 来避免缺血性的中风 那除此之外 很多人都担心吃鸡蛋会升高胆固醇 但实际上只要控制好量 一天吃一个是不会升高的 而且还非常有营养 那么第三个就是要注意保暖 夏天开空调也要注意空调的温度不要过低 第四个就是早晨喝一杯温开水 是有利于促进胃肠的蠕动 让排便更加顺畅 否则如果是体内本身水分又不足 排便又用力血压一高就会造成脑出血 那么第五个就是要适量的运动 每天运动15分钟 一周运动90分钟的话 是可以减少24%的中风风险 那如果是本身一个人有高血压 同时能坚持运动的话 可以降低34%的中风风险 你记住了吗 记不住没关系 收藏起来多看几遍 好的关注回家健康不挂客